現在呢有人在說這個賴清德越來越假 怎麼說呢 他之前不是有被女大生問一些弊案嗎 跟民進黨相關的 比如說什麼貪腐的問題啦 或者是說一些那種民生的食安相關議題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女生居然被肉搜 好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當天呢在10月3號的時候 他不是有先這個出席跟學生座談會嗎 那他當然就開放那個就是小朋友來提問嘛 那很多學生就想說啊可以跟政治融合對話 每個人都越越遇事 然後就有人舉手啦 那這名這個女生呢 他就有問說 關於這個民進黨有很多那種貪官無力的一些弊案 請問一下啊 這個賴副您怎麼看呢 因為現在您需要選總統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不是要來解決這些問題 或是說無論是過去的 像是食安的雞蛋的問題啦 還有像是美豬的萊豬的問題啦 或是像現在的大火的問題啦 一路燒燒到了總統府 那您怎麼看呢 但沒有想到喔 他疑似是因為講了這些東西 以及呢 讓這個民進黨可能有一些側意不開心 導致他被肉搜 那現在賴清德他當然就說啦 其實學生呢 對於這種政治有興趣 對公眾事務有興趣 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希望他們就是 不要再這樣子肉搜他了 但沒有想到有人說其他很假 怎麼說呢 現在中南大學就說啦 這個校內的言論呢 是對事不對人的 同學會在這些 同學會在一些互動中 學習成長 他們也會珍惜這些意見交流的空間 在10月7號當天 賴清德說 網路攻擊女學生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喔 我沒有否定他的提問 好 他為什麼會講這一句話 就是因為當時女大生在問說 民進黨有這麼多有的沒的事情喔 請問一下 你要怎麼看以及未來如何解決呢 那賴清德他當時的反應是說 請問你是指哪一個具體事件 然後底下的就有學生就說 是什麼梅豬啦 是萊豬啦 是什麼火災啦 大家就一個二個在那邊舉手 所以呢 就有人在酸說 這賴清德根本都沒有正面回答問題 那他就說啦 我沒有否定他的提問 也沒有想要為民進黨做什麼捍衛 希望社會看到的是 民進黨多數的人 好 都是為國家而努力 比如說蘇貞昌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了 好 網友就說啦 你不要再演了喔 攻擊的不就是你們自己綠營的側翼嗎 好 請問一下別的側翼會去 攻擊這名女大生嗎 好 就是你們的1450 然後又有人說 你這個聖人模式喔 真的不管用了 柯文哲就說啦 說這一看就是絕對扣分 睜眼說瞎話的話喔 因為賴清德在考驗的是台灣人民的智商 何必呢 那我現在其實有一些那種網路啊 中山大小事的社團 也在質疑說總統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那再造網友公布說 他的父親跟他自己的臉書帳號 所以其實有點針對 這個女學生而來 又針對他們的家人而來 那現在當權者用這樣的反應就說 我們不要再這個抨擊他們了 所以當然讓這個其他的 比如說像民眾黨的或國民黨的 就會覺得說你這個賴清德 你曾經是被出身的對象 你曾經是被這個網友抨擊的對象 但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的態度就只有這樣 好 我們持續來看到的是 在演講當天被女大生問到這個問題嘛 問說怎麼解決黨內的貪腐的問題 因為畢竟好多年了 沒有想到賴清德 他居然是扳起的臉 很嚴肅的問說 哪些事件呢 你要不要說說看呢 而事後呢 這女大生就被側翼網軍攻擊了 被迫在臉書聲明說 他沒有政黨的傾向 只知道說不敢面對問題 那麼再也就痛批就說 賴清德這個舉動 是刻意在施壓 要百姓不敢質疑政府 民進黨執政 引爆綠能弊案到巴西旦萊豬 引爆食安危機遍地瘋火 賴清德日前走進校園演講 想撈年輕人選票 卻遭到強烈質疑 女大生直球對決 不料得到這種回應 賴清德反問女大生 下一秒馬上變成大型 翻車現場 各種議題一口氣全部丟上來 但賴清德不敢直球對決 現場吐槽執政黨貪腐事蹟 像炸了鍋大噴發 但女大生事後 卻被側翼肉搜圍剿 她強調自己沒有政黨傾向 只知道不敢面對問題 就是有問題 就感覺在必動救出 反正我就覺得那個人很勇敢 網友狂轟 民進黨建小登修起 難道是想前置言論自由 侯友宜痛罵 執政黨實在太延伐 賴清德被問腐敗貪污 還要學生幫她細數事蹟 這下李子舒的徹底 連面子都丟光光 記者黃一俊王志恆 台北高雄採訪報導 好 那麼繼續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三號晚間 賴清德不是受邀參加 中山大學的青年講座嗎 那我們剛才有看到這個畫面 是有女學生提問說 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腐敗 那麼民進黨現在呢 掌權過後有一些貪腐 有一些腐敗的問題 請問賴清德您怎麼看 問完以後台下的學生 不是哇 這個膽子很大 敢這樣子直球對決 但沒有想到 事後女學生就被肉搜了 消防身在回應 卓仁大學表示說 意見交鋒 本來就是大學校園的日常 那麼同學在這個公開場合上 勇於提出問題 其他的學生 針對進行問題的評論 都是學生關懷公共事務的展現 也值得鼓勵跟肯定 那麼目前校內呢 各方言論都是對事不對人 同學也會在往來之中 學習成長 那校方態度是 珍惜意見交流的空間 他們認為說 不要變成一言堂 贊成或反對的都是 其實學校就是一個小社會嘛 這個社會的縮影 那這是校方目前的態度 那麼持續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講座呢 這個被學生問的是 如何解決黨內的貪腐問題 貪污問題 沒有想到賴清德 他也沒有執求對決喔 他的反問是 請問你是說哪些市政呢 你要不要一一來舉例 導致說女學生就被肉搜了 而這名女大生臉書再度發文 承認自己沒有做好功課 也認為執政者給人的印象 必按很多 是個不正常的現象 那麼其他的同學就認為說 當時賴清德 不僅沒有正面回應 甚至有一點喔 你故意在台上 你拿著麥克風 你這樣子自己是有權有勢的人 有種欺負學生的感覺 因為網友酸說 質疑黨要有萬全準備 事發後 女大生卻在網路上被攻擊 趕緊PO文說 單純訓練對執政者勇於質疑的勇氣 我並不覺得丟臉 感謝學長姐支援 我沒有政黨傾向 我只知道 不敢面對問題 就是有問題 絕對的成因造成這個死亡 所以我想請問 目前對於人進黨 就是這麼貪欺一樣的事件 你有沒有說 有這個問題 這位同學 我可不可以簡教 哪一個具體的事件 讓你有這樣的想法 賴副總統這樣子 可能會有點點 讓人家覺得在欺負女學生 反質詢 這個片段好像也讓這個女學生 一直被攻擊 我覺得這些應該都算 事實啊 網路上也都找不到 應該沒有不對吧 我們只是提出我們心裡的問題 那你用你的答辯方法 直接讓我們被受攻擊 就是他有提出具體的例證 既有事實 那基本上我覺得 他給學生的回應 也不是我 我們的實感 因為大家要知道 民進黨的歷史是從1986年 1986年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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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術 還是繼續做功德8CC 就是沒有正面回答 而且感覺就只是 在掩蓋一些事實 就感覺在鼻咚症 他其實沒有針對問題回答 我不想要聽你在 政治口水 我只是想要聽你說 這個原因是怎樣 那以及你要怎麼解決 他說地下油 他股問題就要解決的話 那為什麼他18年都不解決 他有當過副總統 有當行政務長嗎 那他一定有能力解決的 那他不解決就是 吃了不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看 去年期會 pero 這麼多的 請點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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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